将来弥勒菩萨下生人间 没有释迦摩尼佛那么辛苦 他直接从这个度斯天下降到人间 开办了龙华三会 这个龙华三会它很厉害 它是以为事的方法来度众生 那时候的众生一句 南无菩萨 就可以成佛 往生到佛国境 问题是龙华三会的时候你在不在 今天的主旗者 所有主旗的人 都是龙华三会里面在的人 决定成佛 那大家会问啊 那报名法会的呢 受冠顶的呢 看你们的机眼 会不会在龙华三会 一会没有二会也会有 三会还有三次的机会 所以弥勒菩萨 你受弥勒菩萨灌顶 就跟弥勒菩萨有缘 主旗者 龙华第一会 他们就成佛 报名的第二会 他就成佛 灌顶的第三会 他就成佛 所以大家还是会成佛 但是还是会成佛 这个不用怕 弥勒菩萨呢 有龙华三会 他是为世神变 是很厉害的 所以为世大神变 我们不要讲这个 讲这个为世的理论 为世的理论很深 因为贤庄大师到西域起经 大唐西域记 贤庄到了大唐西 到了这个大唐 到了天图去求法 他学回来的就是学了为世 什么是为世大神变 弥勒菩萨在龙华树下 他只要他心中放出了光明 然后这个光明呢 偏照于每一个龙华三会 里面的所有人的心 所有的业障在一刹那之间 全部消除 变成亲近的佛性 亲近的佛性 直接就由化为光 全部都变成光 全部都变成剥叶光 所有的佛性 全部坐在薄叶光里面 然后一起飞升 那个场面是非常壮观的 所有的薄叶光全部升空 到那个都是天内燕的净土里面 这就是直接成佛 很快的 这个光明一出现 所有的人全部化为光 一起就 南无布达亚 南无佛 一记南无佛 全部通通都成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